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变老的,很多人退休之后立马变得颓废了,不是缺一少时,而是精神垮了,找不到人生的乐趣了,也没有了依靠。 很多人在人生的下半场没有及时调整生活状态,退休的那一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悠闲的生活把身体和精神都毁掉了,当你老了,头发白,没了睡意,昏尘炉火旁打盹,这样的场景不是幸福,而是孤独中老的征兆,人是群居动物,不能一直孤独下去, 现实却很残酷,一个人的年纪越大越孤独,当你老了,谁和你作伴? 你指望谁都会失望,就是最靠谱的老伴,也可能先走一步,或者你先走一步,留下老伴过孤独生活,老有所乐。 最重要的是养老观念的转变,记住领悟以下三种养老观,有依有靠。 第一,养老不能靠儿女的观念浓,应抬在目送里写道, 所谓妇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她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她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我们总以为父母把儿女养大, 儿女陪父母变老。其实,儿女长大了就应该远走高飞了, 不是她们不管父母,而是她们无能为力,现实告诉我们, 一个年轻人要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立足,需要熬过很多道关卡, 找工作,买房子,恋爱和情,结婚,培养自己的孩子, 这些事情每一件都很头痛。 但是,不得不面对,我的一个朋友远离家乡去深圳打工, 借了二百多万,买了一套小房子, 去年,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工资缩水, 她崩溃到大哭,因为房贷的压力让她喘不过起来, 每个月必须收入过万才能好好活着,工资缩水到几千, 让她失去了方向,更加扎心的现实是, 两个独生子女结合的家庭,夫妻要管四个老人, 甚至七八个老人,儿女有孝顺父母的心, 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多少中年人发出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 反过来看,作为父母,怎么能够拖累儿女呢? 当你断了依靠儿女的念头,也不会抱怨社会, 也不会责怪儿女不能常常陪伴你, 就是过年时,儿女说今年不回家过年, 你也能够理解他们,当你送儿女去远方的时候, 看看那个熟悉的身影,挤上了公交车, 然后被人流淹没,放眼望去,街上依旧热闹, 只有车水马龙,没有血脉之情, 理解儿女,主动和儿女聊聊天, 主动去看望儿女,留住无限的牵挂,也是依靠。 第三,享受孤独的观念,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道, 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 而是与孤季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你终于明白,孤独是可以享受的, 在炉火边打盹不是那么可怕, 而是别样的幸福,不到万不得已, 不必去养老院, 你能自己做饭吃, 可以走到门外去看看风景, 也能站在窗台边晒太阳, 这样的日子并不糟糕。 很多老人忙着写回忆录, 他们写的东西连儿女都懒得看, 但是他们乐此不疲, 不为别的, 只是为了和孤独作伴, 独处的时候, 一抹书香, 几行文字, 时间就变得丰满了。 第三, 靠谁不如靠自己的观念, 我们总以为, 人老了, 最靠得住的人是老伴。 当然, 老伴在的时候相互依靠, 病了有人管, 夫门有人陪, 肯定是很幸福的事情, 可惜在恩爱的夫妻, 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痛苦。 主持人何炯曾说, 父母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这个恐怕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只能尽力不去想, 没有人可以做好准备。 当父母过世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终究要走父母的老路, 死亡合自, 自己的距离真的很近, 当你老了, 常常听到亲朋好友过世的消息, 当然也还会近距离看到已经过世的亲戚朋友, 他们或安详, 或无奈, 或悲伤, 但终归是一切都过去了。 目送着年迈的亲人离去, 一开始是很忧伤的, 后来会变得习以为常, 看透了生老病死, 习惯了一次次目送, 你终于学会了靠自己, 人们常说养儿防老, 其实真正到自己老的时候, 子女想给你养老, 也可能是力不从心, 人还是要靠自己。 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很有自己的退休金, 当自己老的时候, 根本用不到子女养老, 子女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欣慰, 如果子女不孝顺, 甚至没本事想着啃老, 那对自己才是负担,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撑住, 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有所准备, 也有所保留, 成为自己的依靠, 万年生活才能过得好, 钱是个很现实的东西, 你有的时候或许不觉得什么, 当你没有的时候才感觉到心酸, 养老说到底首先就是要有钱, 如果没有一点存款, 生活吃穿用度怎么办, 生病了, 怎么办, 所以钱才是要存好一些, 不要随便给子女, 更不要随便挥霍, 还有就是不要随便听信别人的话, 叫你拿着存款去搞投资, 投资有很大的风险, 不要贪心, 手上拿好的才是最安全的, 很多老人遇到一些不孝儿子, 整天无所事事, 只会问他们要钱, 你要知道狠心一点, 让他们自己出去赚钱, 不要惯着他们, 已经对他们没有指望了, 更不要随便给他们钱花了, 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 你才能友情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有些孩子心眼不好, 只会打你的小算盘, 先把你手上的钱要了, 其实根本就不想给你养老, 正如北折南园中的敬惠奶奶, 她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这将会有一笔很大的补偿款, 于是儿子就盯上了这笔钱, 想要庆贺奶奶把钱都给她, 说是拿来投资, 然后再给一家人换一个大房子, 把她也接过去住, 敬惠奶奶很清醒, 拿着她的钱给她养老, 而且还要她寄人篱下, 这根本就不是养老, 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养老, 所以敬惠奶奶狠心拒绝了, 儿子反对跟她去杭州, 也不愿意把钱给她, 她自己一个人在北京, 买房子, 自己给自己养老, 都说父母的家是儿子的家, 但是儿子的家未必是父母的家, 当你老了, 有条件的情况下, 还是自己住更舒心, 不用看别人眼色, 自己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房子就是你自己养老的保障, 有了房子, 你才能活得自在, 不用颠沛流离, 也用不到老无所依禁婚, 奶奶用拆迁款给自己买了房子, 自己每天的生活过得可自在了, 早上起来去锻炼身体, 回到家了, 雅致来了, 就弹一会儿钢琴, 满悠悠地做饭给自己吃, 都说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窝, 只有在自己的房子里, 才能安心地活着, 去孩子家住, 终究是不长久的, 说不定儿媳妇还不愿意, 那么矛盾就更多了, 有一天他们不想自己住下去了, 自己又没有房子住, 那么老人养老就更难了, 人老了, 有自己的存款, 有自己的房子, 还要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最重要的, 身体不好, 干什么也不行, 想到哪里都不方便, 身体好了, 吃饭都有胃口, 整个人精神, 所以人老了, 也要多出去走走, 多运动一下, 很多老人吃完饭后就出去, 去散散步, 消化一下总是没有坏处的, 而很多老人一吃完饭就坐着, 整天吃完就睡, 这样身体很容易出毛病的, 身体永远是自己的,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才是最好的保障, 金山银山不如身体健康养老这个话题, 既现实又敏感,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一天, 都需要面对养老问题, 儿孙自有儿孙福, 养老就要靠自己才是, 不给他们添加负担, 也能让自己活得最舒坦的, 不要对任何人抱有太高的期望, 子女也不行, 更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交到别人的手里, 只有自己才能确保自己的未来是幸福的, 人心难测, 即便是枕边人, 也有不一样的想法, 即便是子女, 也会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老了, 最好的靠山就是健康的身体, 一笔养老金, 还算温馨的房子, 正当的爱好, 幸福的人生观, 当你老了, 始终会明白, 靠自己才能笑到最后, 人生可以由自己决定, 你完全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并分享, 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